一個轉彎 失控撞上路邊轎車 肇事駕駛還不停車 繼續跑給警察追 好不容易把車攔下 遠景衝下車 拋槍拉滑套 場面一度非常緊張 趴下 趴下 你要趴下 你跑怎麼跑 看到警察就想加速逃逸 最後還是遭到攔截圍捕 果然酒測之後發現 駕駛的酒測值明顯超標 警方逮捕一頭粉色頭髮的男子 對方也只能乖乖配合 尚考被帶回禁區 但事後發現他的身分很特別 曾經登場選手節目 一身黑衣白褲 嘻哈進裝 自帶flow的現場讓全場沸騰 其實雞腿飯並非第一次酒駕招逮 早在四年前 他就曾因酒駕 而在新北市被警方查獲 當時還被註銷駕照 沒想到這次又再度酒駕 那在函查當中發現該流性民眾 酒味深重 饒舌歌手雞腿飯 二度酒駕 害驚動警方 掏牆抓人 失控行為 再度重創形象 警示員演員宣洩家林貴林彥 採訪報導